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乙之一個圓 就是這個圓 第一小題它問說 圓上共有多少個點 與EXO的距離也是2 首先我們看看 這個圓跟EXO的距離最遠是多少 最遠是8 最遠是8 然後的話 最遠是8 最近那是0 所以從0到8都有 那2的話 從這裡到這裡 這距離是0 一直增加 增加到8 所以距離2的話 這裡會有兩個 可能是在這裡 2的話 就在這裡 這裡有一點 這裡有1點 這裡有2點 還有這一點 附和到達1個距離 這也是2 所以總共有幾點 有1、2 還有什麼呢?還有這個 這附和 所以總共有3點 所以有3點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 它是說這個 圓上共有幾個點 與點 57的距離恰為整數 那57我們帶來看 我把5帶進去 5的平方 加這帶7 這是4的平方 這個大於多少? 大於25 代表什麼呢? 57 57就是在圓外 P 57在圓外 它是說 這距離恰為整數 那這一點的話 到達圓上的點 最遠距離多少? 最遠距離是這個 這個是57 這個是03 這個距離的話 我們叫做 D 這個是OP 這個距離等於多少? 等於根號 5-0是5的平方 加7-3是4的平方 所以這等根號多少? 25加16 等於41 6-36 就6點多 6點多 好 那所以呢 它上面的點 跟它的距離 最短是這個 最長是這個 這最短的話 這個是 這個點 這個我們叫做大D好了 這個東西隨便給 大D的話 是借於多少 小於等於多少 這個 就是 這個加上 加上這個R R的話是5 5 也就是說 5加 更號 41 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這個是 更號 41-5 更號 41-5 好 這要取整數 因為它說 這個 它說 恰為整數 有幾個點 與P之距離 恰為整數 這個D 恰為整數的話 這個D的話 小於等於多少 這是6點多 所以加起來是11點多 那這個 這是6點多 1點多 所以D 它是小於等於11 D要取整數 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那個2 11到2 好 那11到2的話 因為它是對稱的 對稱這個 這裡 這裡的話 從什麼 這個是1點多 那2可能在這裡 從2 繞到這裡來的話 有 從2到11 這裡總共有幾點 就是11-2加1 頭也都有算 這是9 9加1的話 是10 1 1邊有10個點 1邊有10個點 它距離是整數 所以這10加10 10加10 所以是等於20個點 所以這一題 答案是20個點 第二小題答案是20個點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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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